干燥的稻草整理成一束 庙里的大哥大姐熟练开始作业 用线快速绑出头和四肢的形状 没多久一个稻草人完成 每个都还要量身高 这是高雄阿联建善堂 特殊的草人改运仪式 每年农历九月都需要大量草人 根据不同需求 拿来穿过的衣服绑住草人 还要搭配不同的装备 绑好的草人贴上脸就算完成 这传统的祈福改运 不是这么简单 喵方说 还得先跟神明寝室 分生肖男女还有108个关卡 草人改运祈福现在十分少见 除了高雄阿联 还有屏东东港东南宫 每年两次改运活动前 都要召集大量人力一起绑草人 绑草人也是庙方大活动 号召来的婆婆妈妈之宫 每个人都是绑草人好手 主委也说每年从稻草收集开始 都是大功臣 拜托农民帮我们留 在庙城那边晒干 东南宫的草人改运 每年两次都是当地盛事 无论男女老少 大家拿自己的草人 还要穿上不同衣服 人留在庙里进行仪式后 就能祈求好运降临 而手工榜草人串联 乡里邻居们的情感 更是让这特殊的祈福仪式 在文化上延续历史传承 三雄黄志中 古福仙SNG小组 高雄屏东报导